记者谢界与南投报道,南投线信以湘台21线新中横公路回头弯路段,因台风玛丽亚携带豪大与过境,再度发生大规模的崩摊,一度造成玉山国家公园与日月潭,加以阿里山观光轴线交通中段,昨傍晚抢通后,今日虽已恢复通行,但仍采现实交管措施,即每天下午5时30分以后, 人车禁止进出,直至隔日上午7时才解禁,呼吁民众遵守规定,避免意外发生公路总局信以公务段指出,新中横公路系连接日月潭,系役东浦温泉区,玉山国家公园,以及衔接台18线阿里山的重要观光洞线,由于回头弯路段原本地址就不稳定,如今再次发生大崩摊, 也使得滩方区域长度由原本20多公尺扩大至100多公尺,高度则从10公尺至50公尺不等,总计清运而出的土石量约3000立方公尺,再再显示地是险峻,治理不已的一面。 不过,信以公务段说,同属于滩区的新中横公路望高路段,经刷坡,喷浆等公法治理后,自次台风过境,并未出现三情,代表该公法已具一定治理效果。 因此,回头弯路段也考虑比照望高路段模式处理,以稳定边坡基础,进而去保人车进出安全。